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人 學生終於有所發現了 學生翻查醫書 終於找到一個可能的漏洞 公孫師生快說 是 這本書上有一個方子 叫做活血吹生堂 活血吹生堂 沒錯 連藥材復化都寫得很清楚 藥材計有赤卓一兩 紅花五錢 歸尾一兩 三零五錢 厄術四錢 壞牛藤五錢 北齊一兩 途人三錢 大王三錢 共計九尾 復化就是以六碗水煎成一碗 在懷人第二百日左右服用 每日一祭 三至五日則胎動不安 致是早產 沒錯 這是吹生的藥荒 公孫師生可善奇王 何以接到禁方才 找到這條藥荒 回大人 學生對父科涉裂不深 公孫師生是說 那惡明珠極有可能 用這條藥荒吹生 以示拖兒做殘 學生正視這個意思 那惡明珠 雖然未必精通醫理 然而心通寒脈 自可遍查醫書以求藥荒 一旦得知 則可照方執藥 因此 所有的大夫自然不曾為他 診過病 把過脈 此事極有可能 王朝馬漢 在 在 快請展護衛 是 大人 老闆, 除了你買藥之外 有沒有第二間藥草堡 當然也有一間 掌櫃 我想請問一聲 有沒有一個叫惡明珠來這裡執藥 沒有 你敢肯定嗎 因為我姑娘是本地出名的人 如果她來小店執藥的話 我一定會記得 麻煩你, 掌櫃 麻煩你, 掌櫃 當年惡姑娘 經常幫忙小店執藥 所有的藥荒 都由她自己開的 我看惡姑娘 也是一個精通醫術的人 那你還記不記得 在二十幾年前 她有沒有來執藥那一劑 會脫催生湯的藥 有 是由她的孕婆來執藥的 這張藥荒很特別 展大哥 既然這麼特別 不知道老闆 你有沒有留起她的存體 有 我拿給你看 謝謝 展大人, 這張藥 好 老闆, 我們開封府 想借這張藥荒一用 用完之後 接門歸還給你的 可以嗎? 那告辭 張桂先生, 開封府的人找你幹甚麼 他來借這張藥荒 他來幫 Increase 他來幫忙 他介紹一下 他現在開封府的人 你可以做得不太忙 只能講得那麼多 全部都很忙 我覺得他一切都很忙 其實是不太忙 你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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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凶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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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怎樣? 我想要一個藥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知道嗎?你是破天荒第一個人 親眼見朕, 親批就接 是, 神文也是託天之行 神文…你口口聲聲自稱神文 朕聽起來非常巧合 你可否改過一個稱呼 皇上聲明 朝廷名氣, 君國大禮, 不移興述 在皇上上正式拆封神文之前 既不變自稱為兒神 亦無陸位, 而能夠自稱為神 所以也能夠自稱為神文, 教委適合 拒拒是聰, 還請聖上寬榮恕罪 難得你這麼堅持 不錯 朝廷名氣, 君國大禮, 的確可以輕熟 由此看來, 你果然大節不虧 朕還想問你 假若包卿家果然證明到 你是朕的骨肉 那你到時朕自然會進封你為王子 你又會有甚麼看法和做法呢 不過孝順而矣 就這麼簡單 皇上聲明 這兩個字說起來很簡單 但若果要真正重道, 並不容易 皇上, 你解釋給朕聽 孝者敬也, 孝敬皇上 孝敬太皇太后, 孝敬尊長祖先 完全是出自廢府赤城 才能夠感動天地 而得天之由 那對於信志, 你又作何解釋 梅皇上, 信志也不會作一般的通解 倘若被正式拆封為王子 自當會輔助聖上 信理正程, 信應民心 甚至乎信天應人 而這些全是一個信志 那朕再問你 你有沒有想過 治國之道首要為好 好, 回皇上, 亦很簡單 簡單?治國之道絕不是開玩笑的 當然不是, 可是古有名分 所謂治大國有約攀小先 這樣才能夠舉重若卿, 詳容治國 神明認為治國之道不如四個字 哪四個字? 官稱民喻 為甚麼? 官稱則正念, 民喻則國風 這是千古顛破不破的道理 一旦官稱正念 自然就不會有民喻民分 朝廷就可以得到長和安定 而一旦民喻國風 自然就不會有機民盜匪 四海也可以享有太平 神明認為有些為官者報誇誇其言 高譚闊論其治國之道 但是如果他們能夠動色清楚 能夠做到這四個字 自然就已經足夠了 你能夠說得出這番道理 不但證明你天資過人 而且還行一番苦苦 不過朕還想問你一個問題 皇上請問 你使用簡單幾個字 來說說為君之道 回皇上 你一個更簡單 可以用兩個字來開闊 兩個字?你說 一個勤字, 一個虛字 何解? 君王勤則無話稀稀而誤朝政 君王勤則百官更是皆慎皆懼 不敢忽視民間疾苦 這樣不是更加是百姓之福嗎 自然萬民擁大 而有盛世之治 君王虛則能虛心立間 百官更是實情實奏 民情得以尚達 可免勇聞天聽 而正通人和 在太平之治 古來有賢君者 如漢民帝唐太宗 都是如此而言 好 好, 得非常好 不但提江要領 一語道和 而且治國之本 為君之道 本來就應該這樣 希成 臣問在 朕有你這個王子 不但可以免去後顧之憂 而且 還是我大宋百姓之福 皇上聲明 皇上萬歲萬萬歲 是 大人, 卑職的藥草寶找到 惡明珠當年親筆所寫的藥荒 在途中江天玥突然出現 想奪回藥荒被卑職所傷 請大人下目 好 如此一來 足以證明那智乎欺聖 並非皇上的骨血 而是惡明珠與他人所生的早產兒 大人 只怕尚不能如此肯定 公孫先生莫非另有高見 朝野盛存 自從張貴妃被定罪以後 皇上對惡明珠甚為寵愛 似乎有以彌補他 這十年流落民間的委屈 同時對趙希盛更是是 自約親生皇子 一日召見 眷眷關處 沒錯 此事本婦已經自曉 倘若謹以一張藥荒為憑 以江天玥半途搶奪為證 惡明珠必定恥口否認 皇上亦不會深信 因此學生以為 必須找到更有力的證據 證實藥荒確實惡明珠親不捨 以此更加令皇上深信 本府自會請皇上下誌 要乃惡明珠書寫文字相互對比 唐陽 皇上有意偏袒不肯下誌 大人又當如何呢 公孫先生這麼顧慮 我也有慮 大人 惡明珠既然通寒麥董思辭 日常閒居之時 必有文字搜稿存留 不如請展護衛再辛苦一堂 會同地方官府前往他故居搜查 必有所得 公孫先生果然高明 展護衛想必亦十分明白 是, 大人, 必須立刻判斷 你的盤棋只怕我要認輸 未必, 世事如期 未到最後一步又豈可以輕易認輸 謝謝二哥教訓 大哥, 為甚麼你會受傷 天月非常慚愧 詩情辦妥味 我遲了展昭一步 藥方被他拿走了 沒想到, 本來我以為可以在他手上搶得回來 誰知道我中了他的計 大哥, 你有傷在身, 不宜多說 先聊相要緊 沒錯, 不過藥方的事也非常重要 大哥的傷就交給我照 等到天一亮, 你立即進攻 向主武廣明一切 要立即上出應負之賊 沒錯, 天一亮, 我就立刻進攻 娘 就憑你的神識 以及你說話的語氣 我就知道出了事了 沒錯, 出了事了 就算出了事 也不能夠顯得如此浮躁 就憑這一點, 你有甚麼資格當太子 娘教訓得對, 下夜就急躁了 究竟出了甚麼事 天羽去遲了一步 藥方已經落入展昭手中 而天羽正想奪回藥方 不幸落敗受傷 娘 天羽做錯了 娘的意思是 藥方固然重要 但包請僅憑一張藥方 她不能夠證實甚麼 所以, 但天羽動手去搶 可見我們心虛, 反而令人起義 你說, 天羽是不是做錯了 天羽是搶藥方 而治路馬腳 的確是做錯了 娘 看來, 孩兒必須盡快把天羽暗中送走 你不知道 包請見過江天羽 早就知道她是我們的人 而且, 要送走江天羽 可謂雪上加霜 遺上加疑 娘的意思 是要孩兒稍安無操 以靜制動, 以虛擊實 皇上對我們母子而任 可謂寵愛之極 只要我們不自亂陣腳 包請的一面之子 未必就能打動盛庭 是, 孩兒就靜觀包請的動靜 神本不願 亦不忍將此事咒聞填庭 愛河事實孽經查明 證據亦已找到 而此事關於大宋旺族 故而未臣施之在三 不得不將此事上咒 服請皇上聖財 你先請上來 遵旨請皇上聖南 此一紙藥荒 包永家 你到底想證明什麼 回皇上 這條不是普通的藥荒 而是一幅 早產催生的活血催生湯的藥荒 那與岳明珠趙希勝有什麼關聯呢 此藥荒 乃是二十年前 岳明珠親不所說 派穩婆朝陽藥荒趙方執藥 藥荒掌櫃可以為席 岳明珠區區一個女子 又不懂得醫理藥荒的 馬慶甲 你未免太過穿鑿附會了吧 啟奏皇上 那岳明珠雖然不識義理 然而他卻可以熟讀醫書 以至能夠照方執藥 再者 他深思慎密 報紙周長 他懷孕之後 一直是自己照方執藥的養生 從未言以浩墨而認辰 好了… 這些都是包兄家裡的推斷之詞 何況這張藥荒上的字跡 也未必證明到 是岳明珠親不所寫 回皇上 只要請岳明珠 領行輸死一篇文字 相互彼召印證 便可知是否出於同一人的手筆 解入比對之後 不是他的手跡 白兄家 你又如何自處 那就是尾神實至草迅 尾神自會請罪 不過 若是比對結果 確是惡明珠手筆 尾神斗膽 狠請皇上聖命慾斷 以真假是非為先 莫要再譚惡欲探 尾神福請聖才 好了… 這件事事關重大 等就好好思考一下 再作定論 尾神敬後皇上致意 大人 這幾張就在岳明珠故居上搜到文字首歌 公孫先生請聽 這些文件的字跡極其實詞 沒錯 大人 點 蘭 歐 鐵 鐵 一模一樣 的確是出自同一人的手筆 大人 除此之外 卑鄙另有所和 有何所和 江天月 除了要找藥方之外 還要殺掌鬼滅口 憑得掌鬼大難不死 現在他就有一個好的人證 好極了 如今他人在何處 依在門外等候 帶他進來 是 全掌鬼 小心 大人 王掌鬼到 草民王兄 叩見包大人 你重傷未遇 起來說還 謝包大人 請起 殺你之人 你可知他姓什麼叫什麼 草民不知 既然素不相識 他因來要殺害於你 他要拿當年惡姑娘留下的藥方 草民告訴他 已經被展大人拿走了 他就一路之下 向草民痛下殺手 好 趕若再見到此人 你可認得 草民這一生 也不會忘記他的 你且先在客房休養 待升堂之後 本府自會照你辭職 是 請 請 公孫先生 學生在 此時 當時把趙希勝等人 招來盜案之時了 大人覺得沒錯 此其時矣 大人 大哥的傷 只需要時間調理 以及療養而易 你也不必太擔心 我不只擔心大哥的傷勢 我還擔心娘 在宮中如何面對聖上 還有開封府的包請 稟公子 開封府大批人馬上門要見公子 開封府的人 公子 見還是不見 當然要見 快請 是 木梅草房實非得已 還請趙公子見樑 客氣了 幾位一定是奉包大人之命而來 沒錯 我等奉包大人之命 前來請諸位到開封府一談 包大人想談甚麼 包大人想談之事 只怕兩位心中早已有數 包大人誠意相請 我等你當應要 不過江天玉他有傷在身 雖然人照料 可否假以時日 將行另行造訪包大人 江天藥傷在我掌限 他的傷勢有多重 展某十分清楚 沒錯, 我是傷在你的手上 但是這次 我輸得一點也不服氣 我的傷好之後 我會跟你再打一次 展某隨時後教 包括決戰之前 你等 一定要跟我們翻開封火前 如果我們不翻 難道你敢動手抓人嗎 走 扯慢 公孫賊 一直以為趙公子 與東方先生 乃是飽讀詩書之事 自當明白 以武逼人 不如以理服人 倘若各位 不是心虛理愧 就一趟開封府 又有何法呢 公孫先生說得對 若不是心虛理愧 可是去一趟開封府又何妨 請 滿府堂上 知有堂規 東方宇有功名在身 在未曾奪去他的功名之前 尚可免貴參見 而你 你不過是一介報醫 並無功名 若再不醫禮參見 本府之後以堂威事後 包大人的堂威 可以去客草民百姓 不必來客欺勝 更何況欺勝前次上堂 都是直立不跪 此一時 彼一時 起我通一而語 本府前次 見你雍雍有道 談通不華 且知名為皇室之後 因此 等於禮愚 如今 本府已知 你是假務運衝 根本就是 待罪之身 豈能再忽食足容 禮人 是 等他見下本府堂威 令他義禮參見 是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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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大人 學生有話要說 此時不必多言 如今 本府者隔去你的功名 還你報復之身 你還不依禮為慘 好 既然隔去功名 學生易物欺寒 自然會依禮參謀 只不過 東方已心中不服 內罪之身 有何不服 當初公孫先生 與及展大人前去相要 願意是以禮相情 如今竟然出以反而 不必狡辯 公孫先生 是以禮相情 然而本府卻未曾承諾 以禮相待於公堂之上 而若是 再不依禮堂參 何非 也要本府派人動手不省 禮人 禮人 傳藥土掌櫃王兄 傳王兄掌桌 草紋王兄 叩見包大人 王兄 你可要看清楚了 唐下鎖的三人之中 何人曾前往你藥土之中 想要殺你滅口 回大人 又是他 江天玥 你可認罪 展五位 大人 在本土之中攔截於你 意圖奪取若光的 我也是江天玥 正是江天玥 江天玥 如今 展五位 王掌櫃王掌櫃 對你指正力力 要還任何話說 何言可變 既然 報辭已對 俗見心虛默認 王兄 你且先行退下 謝包大人 東方羽 草物在 你名字 趙希盛假冒王子 望途大衛 而你若襲迷不悟 還對他出謀策劃 參與不犯 本府陳庭公孫先生 多次讚賠於你 文章學問 匪匪一般 而你他為何不知 熱身自愛 反而泥足不悟 包大人 人各有志 你能相強 豈有此理 同聲言詩書 所學何事 難道就是 以假亂真 以是為非嗎 誤人讀書 手中棄節 雖可小節不虛 卻雖大節無愧 所謂 欺人有可量 喜心 卻可諸 這些道理 難道還要半副教你不醒 東方羽 如今 你可認罪 包大 謀思在人 盛事在天 倘若天意當真如此 草民富福何義 亦無話可笑 如此說來 你是認罪 草民認罪 那就好了 可諸其成 天意如此 天命來 二十年朝夕粉麗 一夜苦毒 到來 竟然是鏡花水月 一場風雨 包大人還要欺聖說些甚麼 既然如此 此案 如今真相大白 今日暫且到此 下日再行結案 退堂 退堂 好 好 啟酒皇上 又有甚麼事 呂承相 呂承相在書訪外 後子求見 呂承相來見朕有甚麼事 奴才無問 那包大人走了沒有 包大人虛而復返 和呂承相一齊來的 他簡直 簡直明瞞不靈 朕對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那算不算 算了 遵旨 遵旨 皇上有旨 孫呂承相 包大人進見 臣呂承相 臣呂承相 臣包請叩見皇上 兩位卿家平身 謝皇上 謝皇上 呂承相 你無緣無故來見朕 莫非你來的目的是和包請一樣 啟稟皇上 臣正是聽了包請的轉述 為了惡名主以趙希勝的身份而制 叩見皇上 對於這件事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為皇上 臣與包請有同樣看法 為甚麼 啟稟皇上 臣身居上衛有腹筆之責 事關重大不敢輕疏 不過 既然惡名諸所生之子 並非皇子 所以臣認為 好了好了 無論真與假 你不過是聽了包請的一面之詞 臣啟皇上 美臣並非一面之詞 美臣經細心查冊 賭方求證 如今有朋有據 懇請皇上聖賊聖鑑 包請 你只是憑個約譜掌櫃的說話 就認為趙希勝 是惡名諸早產所生 簡直太無端了 臣啟皇上 美臣除了有約譜掌櫃的證詞之外 也曾審問過東方月和江天月 那張約譚的確大有問題 否則惡名諸也不會要江天月潛虛奪取 同時 董方禹與江天月 在美臣的大堂之上 也曾不認罪行 美臣也曾登陸為職 如今敢請皇上聖譽 特別 你們兩位都是朕的古君之神 也知道朕只有皇來以武王子 將來誰接天下 誰掌大為 乃是未知之數 而趙希勝 雍容有帝皇之上 漾漾有至世之能 他心自勤政虛諱 乃是為君之道 官稱民喻 乃是治國之本 若然他可以成為皇子 遵而掌君為 那乃是大宋之恨 萬民之福 朕的苦心孤危 你們可曾知道 可曾明白呢 你們苦心自問 朕喜歡趙希勝為皇子 是為了一己的私心 還是為了大宋的朝局 這個 是朕與惡明珠之間的私情 還是為了大宋的萬千百姓 皇上苦心孤危 眉身淺薄 實在無知 神惡恐 神慕助 皇上天語 居居蠢之聲淚 皇上之情也真 皇上之謀也願 令眉身感動自深 只不過 眉身自觸佛授書以來 直至天下之治理莫過於大是大非 其不能混淆者 乃得以清天下 其不可動搖者 乃得以定天下 趙希勝 若真是皇上陳生骨肉大宋王子 此事大宋之行白聖之福 無奈 無奈 喜失情 而萬萬在目 不容之意 離神 唯有無死而間 狠請皇上 萬萬不可 以非正統而入計 以非皇之而激畏 耿耿此心 求請聖駕 不容之 你所言所論 依你而言 無可辯駁 但是 朕想問你一個問題 朕旺孔 倘若依你之見 那趙希勝 並非朕的親身骨肉 而朕偏要視他的親身骨肉 全大位於他 你會有甚麼想法 皇上名鑑 唐真如此 微臣不敢封召 為甚麼不敢 是則是 非則為非 微臣不敢有半點欺濕 我若這是朕的旨意 由朕親傳口譽聖子 你是否接旨 微臣無妝之子 臣不救 任不能接旨 為不接旨 走是康子 你可知 你的殺頭之罪 微臣頭可斷 是非不可不分 微臣命可捨 真假不能不變 古人有分 棄言時 非道子之言 不可為非 棄言非 須要信之言 不可為是 因此 隨時聖子 神也不敢接之奉召 微臣孤臣 福歸聖監 包子 你 你 你敢於負不堪 你不死 把別多說 退下吧 皇上三仕 皇上 大宋皇宗 只可真 把等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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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大 我們都等了這麼久 看來今天皇上不會宣召我們 相爺 此事看大 你雖有所決斷 不能將執 包大 若要決斷如此重大事件 可能想過 誰人最遺失的 甚麼人 王太后 好 日葦 有所掌 雖然 我都吃虧了 我爭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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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爭執 我爭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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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 我爭埃 我爭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